近日,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继续进行 在结束了短暂的休假之后 不少选手以昂扬的姿态回到了赛场上 并且展现出了出色的水平 在比赛中,天津女排继续以强大的实力统治了这个联赛 不过在最近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天津女排的核心主攻手刘彦涵遭遇崴角的伤病 天津女排的未免将会出现悬念 王宝泉这位主教练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刘彦涵这位优秀的主攻手 在最近的比赛中遭遇了崴角的伤病 从他晒出的照片来看 他正在接受针灸的治疗 虽然刘彦涵自己表示只是简单的崴角 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伤病 不过只是有一点红肿 会尽快地回归赛场 但是这件事情却给王宝泉教练提了个醒 那就是核心球员的伤病问题需要尽量避免 在今年的比赛中 虽然朱婷没能出现在天津女排的阵容里 但是球队拥有李盈盈、王源源和袁新月等优秀国手 他们的实力都非常强悍 成为了天津女排未免的绝对主力 为了能够让李盈盈得到更多的成长机会 王宝泉签约了前辽宁女排的主攻手刘彦涵 让他成为了天津女排的主攻手 并且给予李盈盈更多的经验和成长空间 刘彦涵这位优秀的主攻手 在中国女排的队伍中也是非常耀眼的存在 不过他在最近却遭遇了伤病 虽然看起来并不严重 但是却给天津女排带来了一些隐患 那就是天津女排目前的主力阵容是不容改变的 球员们彼此之间的实力差别很大 如果主力核心出现伤病的话 年轻的替补球员没有办法顶伤空位 这会造成天津女排实力下滑 很难在比赛中未免成功 因此王宝泉主教练需要对球员的身体状况 进行严密的监控 避免核心球员出现严重伤病 只有这样才能在本届中国女排超级联赛中 继续获得好成绩 总之还是希望天津女排可以继续前进 期待他们可以实现未免